大家好,今天做一期短的视频节目 就是 昨天我发了一个短视频 是在富途牛牛上 我一个关注了两三年的一个 就是牛友,叫什么,怎么称呼 他呢,昨天是 看了一下,他发布了一个图 那个图上显示他的业绩 在最近一个星期之内 暴增了360倍 然后 昨天为止,他的账上金额是 九十几万港币 我帮他算了一下 那么一个星期前,他的初始金额应该是在3000港币 就是3000港币 在一个星期时间,他赚了360倍 从3000港币 还不到3000港币,怎么算起来 2000多港币 2000多港币,他搞到了 九十几万 这就是印证了我那天说的那个 穷人,他怎么 就是 这个没技术,没学历 不懂英文 在美国怎么能挣钱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方案 就是印证了一下 这种路子 确实有可能成 但是他这种方法呢 我不是特别赞成 因为他的操作手法 和经典的操作手法不一样 因为我看他大部分都在吃反转 因为我看他 我盯着已经好几年了 他以前说在香港买一个 海边买一个楼房 楼房叫什么 港湾一号啊 海景一号啊 但我 但我不知道他最后买没买 我记得他最早留言是说 就是钱一到了 钱一够了马上去买 房子到 再亏回去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 后来买不买不知道 经常他有的时候冒出来 塞下单子 一天赚个几万美金呢 或者是最多的十几万美金的 二十几万美金的好像也有 但是好像少啊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有段时间呢 他就销声匿迹了 然后呢 他主要是有个群 然后他的群呢 最早是说 只有紫色凶章的人才能进去 紫色凶章 是 这个 富途牛牛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颁布的一个 一个虚拟奖章 他主要是看你的交易量 而不是说你赚多少钱 你交易量达到多少以上 然后他就 给你一个 子凶凶章 交易量大就意味着你有钱 或者是你 你能参与挣钱 反正你就是 比较活跃 如果你买完了都不动 那交易量也起不来啊 他就造一些交易量大的 人进去进他的群 然后在群里讨论 赌什么 基本上我看他 不是像 利福摩尔那种方法 说是 四仓啊 四仓以后再加仓啊 之类的 然后 止损啊 之类的 不是 他就是迟反转 我看他很多操作都是 低的时候就买 买了以后亏了也不走 然后呢 一旦往上冲 有一个冲 一旦改变方向往上冲 有力量了 立马就卖掉 有的时候会等时间长点有的时候就立马就卖掉 他属于这种 操作法 这种操作法 经常卖飞 因为他第1个波就比如说昨天QQQ他就卖飞了 昨天QQQ他做的扑 做的扑以后进去以后 第1个往下掉他就有盈利了 他就卖掉了 反正他的操作思路就是这样子 就有力量我就出 百分之二三十以上我就出 然后至于后面能赚多少就不管了 昨天他自己说 因为有一中间QQQ有一阵回调嘛 回调以后又下去了 然后他昨天发 看到别人发帖子说是亏了 说是卖飞了 然后他也随便也发了个帖子 他说我 卖飞了三百首QQQ 就是少赚了五万美金 但他这种亏 他有的时候还亏损加仓 所以说他和传 传统的 华尔街打法是不一样的 但他的打法思路是这么个思路 经常听他说一句话 就是狗装狗装 意思狗装 就是搞鬼 什么叫搞鬼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涨 狗装呢就会往下打 如果要掉 狗装呢就会往上跑 先把往上拉 就是这样子 狗装就是 跟正常的思维对的干 所以说他就是 这么一个思路 他呢 最大的赚 赚点就是昨天嘛 昨天他赚了八万多美金 八万的话 七八五十六万 五十六万人民币 然后 换成港币的话 大概 现在人民币港币要大好像是 那可能价格六七十万港币 那这九十多万 他那一天就赚了 这里面有80%是昨天一天赚的 那么昨天这个他这个转法怎么转的呢 咱们看一眼就知道了 他就是前天晚上他埋伏进去了 埋伏进去前天晚上他大量的买了 因为前天是 前天是大吊 然后呢 我看啊 我看是什么回事啊 前天是大吊 大吊以后 不对 是大涨 大涨以后 他买第二天的吊吧 不是 应该是大吊 我忘了是前天后天了 忘了反正 反正赚最多那天 昨天前天 应该是前天 但前天昨天不是 应该是大前天 对了 大前天 我这帖子是 应该不是昨天发的 前天发的 那就大前天是大吊 那天吊了百分之二点几啊 大盘 然后呢他晚上埋伏进去直接买第二天的高开 那天 是 MD的 班 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因为他蒙掉 掉的还比较狠 因为他掉百分之七 第二天呢 啪一下子 因为MD的原因 直接高开一点几 然后就往上爬 所以说他那天 赚惨了 那天好像最高 跑到 2.1呀 但他有没有拿了最后 我不知道 应该他 这大规则不会拿最后 高开应该赚不少 他就走了 或者分 几次出去啊 他一般操作手把这样 结果那天高开那么多 我估计他晚上可能埋伏进去两万美金左右吧 一下子就赚了 8万多 可能他埋伏进去大概有1万多美金估计 1万多美金 赚了8万多 应该有2万多 他那天380%嘛 那一天 那一天赚了380% 对 他一周是赚了360倍 但他最后一天是赚了3%